男人疯狂地敲击着架子布 而在窗外 无数被噪音惊动的丧尸 如潮水般涌向了这座小小的公寓 是什么让男人如此疯狂呢 原来就在昨天 正在整理卫生的山姆 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他俯下身想确定一下 不然 透过地板向下看去 楼下的老人已然举枪自尽 忽然外面传来一片惨叫 他小心翼翼地望向窗外 街道上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丧尸 对面的幸存者想要开车逃跑 可引擎声惊动了附近的丧尸 很快一家人就被蜂勇的丧尸撕成了碎片 山姆赶忙想要通知女友 可打开门一看 女友也已经变异 不是他反应及时就成了丧尸的早餐 打开手机 里面全都是求救的信息和临死前的惨叫 来到天台 整个城市似乎已经被绝望和死亡所主宰 末日来临后要怎么存活下来呢 山姆拆下一根铁盾 随后顺着弹桶砸开的地板 确认这一层没有丧尸后 用绳索来到了楼下 座位上盖着的人应该是老人的老伴 看着老奶奶手背上的牙印 山姆顿时明白了一切 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淡定地取下老人手中的猎枪 然后开始搜集弹药 透过猫眼 确认门外没有丧尸之后 山姆小心翼翼地来到了楼梯间 墙壁地板上到处都是星红的血印 关上一个个打开的房门 确保里面不会突然冲出一堆丧尸之后 他来到了楼下 在丧尸反应过来之前关闭了大门 这样一路公寓就成了安全岛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搜集楼道里的物资 并且清理各个房间里的丧尸 可惜山姆不是什么电影主角 拿着枪都差点被丧尸反杀 眼看着后面越来越多的丧尸 山姆拼尽全力才逃了出来 转身在大门上做了一个大大的标记 好在并不是所有房间都有丧尸 山姆还是找出了不少可用的物资 隔离了丧尸之后 他开始计划如何生存的更久 他精确计量了食物和饮水 每天按时在楼道里慢跑锻炼 无聊的时候用彩蛋枪弯弯打僵尸 甚至雨季来临的时候收集了足够洗澡的水源 对宅男来说 末日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平静的日子在这一天被打破了 山姆在玩彩蛋枪大战丧尸的时候 意外发现有喵心人路过 他兴奋地来到楼下 特地取出珍藏的罐头 可小猫看了看食物 最终还是扭头离开 山姆撞着胆子跟了过去 却差点被几个丧尸扑倒 仓皇逃回楼上后才发现 原来小猫一直徘徊在主人的身边 气急败坏的山姆扣动了扳机 内心的孤独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他疯狂地制造噪音 无数丧尸向大楼冲了过来 然而此时的山姆却根本不在乎了 他开始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 甚至和被困在电梯里的丧尸老头聊天 但都无济于事 这天夜里 山姆做起了噩梦 梦中无数丧尸破门而入将他吞噬 猛然惊醒后 门外竟然真的传来了动静 山姆慌忙扣动扳机 然而门缝后面 虽然是个女人 她彻底慌了 想尽一切办法挽留对方的生命 好在女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并且一天天好转 女人邀请山姆一起逃出公寓 寻找新的安全所 可山姆认为这里有吃有助 根本不必要出去冒险 两人争吵一顿不欢而散 山姆还是耐下心找女人道歉 然而此时的她才发现 女人僵硬的尸体躺在床上 原来那晚女人根本没有活下来 后面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自己的幻觉 为女人举办了葬礼之后 山姆决定离开这里 她烧掉了所有的录音带 并且放出了卡在电梯里的丧尸老人 奇特的是老人出来后 也并没有攻击山姆 而是慢慢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可就在这时警铃响起 原来是火焰触发了防火警报 暴动的丧尸突破了大门 冲进了山姆的公寓 山姆疯狂地逃到天台 利用女人留下的登山 所挂到了对面的大楼上 在丧尸扑来的那一刻成功逃脱 分迷中的山姆再次醒来 艰难地爬上了屋顶 回看整部影片 公寓楼其实是寓意人的内心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孤独 迷茫着乐在其中 直到最后醒悟 奋发努力踏出舒适圈 才能面向新的未来 感谢观看